后来这位高级顾问的埃沃德 他离开中国之后 他就说了 这次的调查是在习近平的受益之下进行 目的就是要展示中国抗疫的成效 所以这样就说一名 这次的调查根本就是作假 东华哥怎么看这样最新 连疫情都要作假吗 中国的疫情实在很麻烦 因为我今天还看到 看到中央市有一个消息 就是武汉市的有个区 他有一个方昌院 甚至还就不用不收病人 因为他收了300多个 300多个这个病人都已经出院了 说空床是不是 对就没有病人嘛 他那个区 你要怎么去评估 其实蛮困难的 不过我们大体上可以回过来看 就是说中国大概绝大多数的疫情 现在的数据都在湖北 湖北单日的死亡病例 还是每天都有 可是湖北以外区域到底怎么样 如果这个病情 我们讲如果他是作假 你绝对瞒不住 这不是靠宣传有用的 因为有没有病情 其实会在社区里面传染出来 那如果他没有办法大规模的控制住疫情 尤其在几个核心区域 比如说深圳 比如上海 比如天津 比如北京 你如果在这几个核心区域里面 也不能控制住的话 对中国的经济一定会产生影响 因为中国第一季的经济 看起来不怎么OK 那这个东西也不是靠你宣传 就能够稳定民心的 因为他很实际的就是说 你对外流宣传说 比如说以上海来讲 我上海朋友跟我讲 他们今天很久没有病例数了 就算他最近有 如果他现在很零星个案的话 那上海的人就敢出门 可是你没有发现 最近他们的这个宣传都口径一致 都一直来说再下降 现在数据说是 而且现在问题就是说 大家不知道该该相信中国的数据 因为他的数据的呈现方式 比较不违反正常的曲线 比如说他除了湖北以外 各地的曲线 他像一个断来似的 忽然间就掉下来了 所以你没办法判读他 我就还是用上海做例子 因为上海我认识一些 医院的管理层的人 那这些朋友呢 过去跟台湾是有密切合作 包括属立医院 或者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高层 去他们那边有一些交换合作 那像他们目前 上海应该是目前疫情防治 最好的区域来讲 他们其实还是在等一件事情 就是等4月 他们一直 他们告诉我的 告诉我的朋友的 就是4月如果湖北控制得住 你注意他说4月份 现在才3月初 湖北控制得住 整个中国才有机会 那如果4月控制不住 那就再看看 那为什么会讲说再看看呢 因为我的朋友 过去来讲是到上海的医院 因为他也是医界的人 也当过主任 那他们是跟那边是有合作的 在中国医院 会不会你那个上海的朋友 他所接收到的讯息 也都说零 都没有 要不然怎么会出现 这位也是上海的医师 就说 我这么讲 他自己都很担心 我这么讲 你如果听懂他的话 他就告诉你说 确实这个病例数很少 甚至已经十几天没有了 但是整个状况呢 要等4月 他没有告诉你 现在你就可以来上海 你要听得懂中国人讲话 这都要这么隐晦吗 没办法 这是你要听得懂中国的讲话 中国的讲话就告诉你 我现在这边很OK 小区也开放了 那你问他说 那可不可以去 撇开14天的隔离 他会告诉你说 等4月 等湖北 一定要等湖北 如果4月等不到湖北 就要等6月 那那个等4月等湖北 感觉上也是等着人为操控啊 人为操控 往下降的时候 就可以了 这个我不会去讲人为操控 因为他们自己是一届 而且是管理层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自己在看 他们自己内部 他们觉得湖北以外的区域 现在有没有比较好 有比较好 但是要摆脱这个疫情呢 等4月 他其实传达区域 告诉你 上海来讲 情况比较好 可是 整个中国的状况呢 先等4月 为什么等4月 就湖北要 问题要能解决 如果4月 湖北没有解决 就再加两个月 就要等到6月 6月了